這樣拍也美 那樣拍也好看 又是蝴蝶 又是甲蟲 百花齊放 生生不息 重新彩繪過後的長廊又新又美 成為非常適合拍照的景點 讓民眾開心又稱讚 這地方很漂亮 然後讓人家經過的時候非常輕鬆 然後感覺這個地方都亮起來了 我覺得會吸引更多 不管是有家庭或者是小朋友的 都會來這裡 需要放輕鬆的時候 看一看這個花 這個世界 這個大展其實是非常美好的 這裡是七瀆區百福公園入口處的長廊 原本裡面的天花板和圓柱 都已經斑駁老舊不堪 在基隆市議會副議長楊秀鈺建議提案下 市政府督發處特立請來有40多年 首會電影刊版經驗的老師傅江景峰 重新彩繪上色 融合公園景色 以百花齊放 蟲鳴鳥叫的概念重新彩繪 賦予這座長廊新的風貌 也讓副議長楊秀鈺很肯定 構想到這個百花齊放配合這個公園 因為這裡有花花草草 有樹木 還有昆蟲 花開的時候蝴蝶會過來 所以以這個為概念 讓市美有一個休閒的空間 那我在議會也提案了很多次 那我也建議這個百福社區 這邊是不是要美化 原本這個市府就有這個構想 那也有很多民眾看到我 就是巷弄的那些作品 有跟我提說 那個副議長副議長 你怎麼都沒有做我們百福社區啊 我說有啊 百福社區第二期規劃 已經正在進行中了 然後就是民眾在提到說 我希望說這個百福社區 這個百福的長廊 能夠像你的這個畫作一樣 能夠注入新生命 那後來我就跟市府建議 那市府就跟他們相關的這些設計師 這個也是市府請來的一個設計師 那就把這邊整個規劃一百字 百花齊放 百花盛開 那融合我們這邊的整個就是 這個社區裡面就是非常多的植物 像一個森林公園一樣 那我們都知道說 百福公園是基隆市的第二大公園 這個公園的整個腹力相當的大 也希望說未來市府 在未來整個建制 能夠朝向未來是一個觀光景點 如果好好的規劃 這裡是會被看見的 那我們整個點線面整個串聯的話 基隆被看見的話 我相信我們七度包括基隆 我相信我們生活一定會越來越美好 也希望說市府 要怎麼樣把基隆這個城市 讓它被看見 我覺得地方人文是取代不了 也代不走的 把地方人文把它畫出來 呈現在生活 我們的畫廊就在我們生活的這個周遭 展現新風貌的長廊不但美化環境 油畫風格的壁畫相當寫實 非常吸睛 經過的民眾都會忍不住多看幾眼 楊秀玉歡迎民眾來這裡拍照打卡 一起行銷七度百福公園的美麗和魅力 百福公園百花齊化 歡迎大家常來基隆七度喔 記者 吳俊松 基隆報導 我記得多看見 是 你 我 感谢观看